直风车自己演出三国奇遇 同时他们也邀请很多优秀的表演团体 一起下乡演出 他们打造了一辆艺术卡车 6.5吨的小货车 宽9公尺 只要20分钟就可以变成一个舞台 目前已经有11个艺文团队 要参与这个开卡车下乡演出的计划 在舞台上截起10张椅子 10位特技演员在上头表演倒立特技 他们是台湾戏曲学院附设的综艺团 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惊心动魄 这座舞台也很特别 它是由一辆6.5吨的小货车变形而来 像我们到乡下去很多偏远地区 必须要把小孩跟民众 用游览车带到表演的地方 那如果有这个卡车 他就直接可以到各个村落 各个部落去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了不起的做法 纸风车剧团2006年发起乡村儿童艺术工程 走遍319个乡镇演出 发现台湾有7000多个村落 孩子不能到现场看表演 于是决定推动卡车艺术工程 把卡车变成大舞台 巡回368个偏乡地区 卡车耗时一年半才打造而成 工作人员只需要花20分钟 就可以把卡车变成大舞台 宽达9公尺的舞台 可以容纳10位表演者 目前参与的团队除了 有台湾戏曲学院附设的综艺团 还有知名的九天民俗技艺团 以及唐美云歌仔戏团等11组团队 创意其实是台湾未来一个 很大的竞争力 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从实践 慢慢的让所有我们的孩子 都可以有感受到艺术 说哪怕是那么偏远的地方 都是我们应该要去的 他虽然人数很少 可是他也是我们的孩子 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纸风车剧团号召其他企业 要和民众赞助一起散播艺术的种子 带这些偏乡孩子走上艺术的第一礼路